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V 不知大家會不會有以下的煩惱呢? 出差 旅行 住酒店 沒有地方可以浪缸或控缸衣服 宿舍或屋小小 沒有足夠的地方讓你浪缸衣服 潮濕的天氣 衣服很難乾 容易有噎味細菌 對鞋濕了 發臭發酸 想控缸它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產品就可以幫到你了 它就是Power Living的旅行電控缸衣架 除了可以控衣 控鞋之外 還可以做UVA紫外線殺菌功能 想知道是怎樣 就要看下去我們的開箱 我們先看看這部機的配件 配件其實很簡單 一部主機 曬鞋的組件 四個有掛勾的衣夾 乾衣袋和收納袋 先看看這部機 兩邊打開會見到支撐架 尾部有個延長架可以打開 中間兩塊板可以支撐兩個角度 最特別的是架底部有UVA燈 機身有一個位可以滴精油或者香水 控出來的衣服就會香噴噴 出風口的位置在機身兩邊和底部都有 機身會配上一條掛帶 就可以方便掛起乾衣 用法都很簡單 打開機身兩邊的支撐架 把衣服套進去 套上乾衣袋 按開機便可以用 機身有三種模式 白燈代表長開 按功能鍵轉藍燈是一個小時 轉綠燈是三個小時 時間也會有聲音提示 除了衣服 還有個曬鞋架 可以這樣裝好 拉長 放入鞋裡便可以控鞋 除了乾衣服功能 也要講一下一個特別的功能 就是UVA紫外線殺菌 可以打開主機兩邊的支撐架 看到有個UVA燈的位置 在控衣服的過程中 它都會自動著燈 會做到用紫外線抑菌的效果 它是怎樣控肝的呢 我們就用熱成像 而看看它控的過程是怎樣 可以見到是加熱緊的 我們試試洗一洗一件T恤 拿來控肝 試過大約用三個小時的模式 衣服就乾了 都需要一些時間 官方說 貼身的衣物大概需要半小時至個半小時 而薄身的衣服大概要兩至三小時 聲量方面又會怎樣呢 聲量方面 跟一般吹風機最低的聲音差不多 都不會太吵 說明可以旅行用 這部機的重量都算輕 官方說只有590克 一個女生拿上手很輕鬆 一般外出手袋都安裝得下 放在旅行袋或行李箱就更加沒問題了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它是100V或者240V自動電壓選擇 所以全球通用 帶去哪裡用都可以的 收納方面 配件很貼心附有一個收納袋 把配件放進去 很方便 拿去哪裡都可以 去到用後感 這個旅行空缸架最令我意外的是它做到很輕身 機身一體化簡單易用 產品細細去旅行的確很方便 加上UVA的紫外燈功能 可以做抑菌的功能 在乾衣方面 它比較適合一些輕薄貼身的衣物用 如果厚身一些 碰乾的時間就需要長些 對於這一款產品大家又怎樣看呢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